空噹噹的教室 補習班老師一邊忙著視訊上課 另一頭老師忙著準備教室 酒精消毒 茶室課桌椅 因為下星期二二十七號就要復課 不過在新北的補習班 防疫條件更嚴苛 PCR陰性證明 除了中央規範的措施 為新北強化復課條件 只要補習班出現確診足跡 就要停課三天 有一例確診 更要直接停課十四天 想要恢復營業 得全員快篩陰性才能復課 而新北同樣防疫嚴加規範的 還有餐飲業 歷史中暫時強調不開放內容 雖然我們最近 中央已經規定要從警戒三級 降到警戒二級 不過對新北市來說 因為我們還是在仲差區當中 還是有少部分的隱形傳播鏈 我們更要謹慎面對 坦言對疫情沒把握 但新北也祭出補助方案 餐館可以選擇補助水電 租金等營運支出三千元 或是營運拓銷改外送 同樣也是三千元 不過兩者方案只能擇一 什麼時候新北才能解封 還得再觀望 但是為了防疫安全 大家也只能在耐心等等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